香氛 花茶 精油 通通看得到 加了檸檬兩個字 人人自告 要用 實用 搞不清楚 沒關係 太多了 我說給你聽 大家好 我是Rex 陪你一起來鄉料大老師 歡迎回到我們鄉料QA第66集 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好好地談一下 為什麼今天心情特別好 因為上禮拜去考藥商執照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接近滿分 畢竟我前面花了兩個小時 硬是把那一千體體褲背起來 素科就考一些藥材辨識 或是一些就是三四個固有成方而已 好 這一集 我們就是要來講檸檬馬鞭炒 根馬鞭炒 你以為馬鞭炒就是檸檬馬鞭炒嗎 多了一個檸檬 兩個完全給你同科不同科 什麼意思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搞不清楚的原因 只有一個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馬鞭炒的存在 你以為這世界上只有檸檬馬鞭炒 但是好死不死 檸檬馬鞭炒跟馬鞭炒同時存在 連我們家現在坐在鏡頭後面那一位 或是他說這一集我們要不要講馬鞭炒 我說你要講的是檸檬馬鞭炒還是馬鞭炒 他也是問我說 蛤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跟你講 不一樣好不好 完全不一樣 多檸檬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個比較偏要用 像馬鞭炒比較偏要用 檸檬馬鞭炒是大家 比較普遍知道的馬鞭炒 這一集到現在講的已經是馬鞭炒 這不是為了SEO 是剛好我們今天講的是檸檬馬鞭炒跟馬鞭炒 影片開始之前 麻煩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之後的影片 好開始 每週二 晚上七點準時上片 光聽名字要來做分辨 當然是比較困難啦 畢竟名字都長得一模一樣 怎麼分最快 我們上圖片給你看 這個 檸檬馬鞭炒 這個 馬鞭炒 我在配合剪輯師 檸檬馬鞭炒跟馬鞭炒 你會看圖就知道很明顯的看出 檸檬馬鞭炒跟馬鞭炒的差異在哪邊 馬鞭炒旁邊的橘子狀非常的明顯 好這集講完了 沒有啦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些它的一些作用 或是一些應用 或是一些小故事嗎 來接著給它講下去 那萬一沒有圖片該怎麼辦 就沒辦法分辨了嗎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從學名來看 學名上一看一眼就可以知道 馬鞭炒跟檸檬馬鞭炒 完全同棵不同樹 來我們上它的學名 馬鞭炒 馬鞭炒是馬鞭炒屬 屬於什麼 草本植物 那檸檬馬鞭炒的學名是 是這樣 是防臭木屬屬於木本植物 有沒有覺得完全不一樣 那在這邊做個小小的提醒 檸檬馬鞭炒的學名其實有兩個 為什麼 我們後面的小故事會帶到 到時候再跟大家詳細做介紹 好我們繼續開始 我們先來介紹馬鞭炒 馬鞭炒光它的屬就有35種 我們介紹的這一種是最普通的一種 所以叫做什麼 common common馬鞭炒 common bourbon 從它的學名上來講 馬鞭炒比較常用在 藥用 如果上愛夜那一集 有乖乖聽我們在講的話 出現這個 officialities 這個意思 officialities 這是拉丁文 好不好出現這個 就表示 它跟藥用脫不了關係 我們有講過 這個字 是以前代表那些僧侶存放藥物的地方嗎 也可以從它的英文來看 英文叫什麼 common bourbon 這個 bourbon 就有排池的意思 因為它源自 塞爾特語 firm 排除 firm 石頭 排 石 幹的排吃法 膽結的石 dangerous 從它的英文 我們就可以知道馬鞭炒的功效裡面就有 利尿 消腫 尿道感染等等 當然馬鞭炒的其他功效 其他功效你們就自己上網查一下 因為跟它英文沒關係 呵呵呵呵 那關於馬鞭炒其實還有幾個神話故事 我們就挑幾個比較短的 來跟大家聊一下 聽說古埃及最受愛戴的女神 艾希斯在她老公歐西里射天空龍 沒有天空龍 沉入尼羅河之後 她非常的悲傷 她落下了眼淚化成了馬鞭炒 所以受古希臘羅馬文化影響區域 也會把馬鞭炒叫做什麼 Tears of Isis 你猜的沒錯 Isis 就是那個恐怖組織 Isis 一模一樣的寫法 直到現在埃及人 其實也會有馬鞭炒 來裝飾廟宇 跟自己的家 因為他們認為馬鞭炒 是一種避邪的聖物 羅馬人呢 會用馬鞭炒 來供奉維納斯 所以馬鞭炒又被稱為 維納斯的草藥 他們認為馬鞭炒 可以帶來愛情 還有增加男性的魅力 所以又有一種 另外一種說法叫做什麼 愛情你要 就在講馬鞭炒 歐洲人也會在分別的時候 把馬鞭炒當作信物 象徵著彼此愛情忠贈不已 馬鞭炒又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 挽救瀕臨凋謝的愛情 還有一個傳說是這樣說的 馬鞭炒一開始長在哪裡 長在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下方 耶穌受難的時候 還是靠著馬鞭炒指寫 他才能夠復活 所以馬鞭炒也被認為是惡魔的克星 他因此得到一個聖名叫做十字架藥草 herb of the cross 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的美句都說 馬鞭炒可以抵擋吸血鬼了 有看過吸血鬼日記的應該不陌生吧 帥帥 以上都是馬鞭炒 接下來才是我們大家熟悉的檸檬馬鞭炒 檸檬馬鞭炒原產自阿根廷 秘魯智利等區域 因為檸檬馬鞭炒有了大量的檸檬泉 散發著濃濃的檸檬香氣 所以如果你在料理的時候 想要檸檬香又不想要檸檬酸 該怎麼辦 檸檬馬鞭炒絕對是你唯一 不是唯一 就是你的首選 首選 因為還可以選檸檬香毛 檸檬葉還有很多 那檸檬馬鞭炒其實也是一個 要食糧的香草 它有著幫助消化 去油解膩的效果 所以除了料理之外 也很適合在飯後來一杯檸檬馬鞭炒茶 而且檸檬馬鞭炒也有鬆弛神經 安眠紓壓的效果 在法國呢很常被拿來當作晚茶 evening tea來取代咖啡 不少法國人在晚飯後或是睡前 都會來上一杯 那既然提到鬆弛神經 安眠紓壓 就知道檸檬馬鞭炒也會使用在 香氛、精油、化妝品原料 好不好 那我們剛才在最前面的時候有講到 檸檬馬鞭炒的選民有兩個 最主要是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 上面那個呢是普遍被大家所接受的選民 那為什麼還會有下面那個呢 這就要講到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大概差不多在1767年的時候 法國的博學家我們這邊稱他做 Dr.P 因為全名太長了 沒辦法唸 請剪輯師幫忙一下 Dr.P 呢 在開啟他的世界探索植物之旅的時候 在阿根廷的首都發現了檸檬馬鞭炒 成為首位發表發現檸檬馬鞭炒的植物學家 他將檸檬馬鞭炒命名為 但是為什麼他不被接受呢 為什麼 因為在同一個時間差不多的時期 檸檬馬鞭炒已經偷偷的被引進了西班牙的皇家植物院 西班牙皇家植物院裡面的博學家 我們這邊稱他Dr.A 全名一樣交給剪輯師太難念了 Dr.A呢覺得這個檸檬馬鞭炒有檸檬的香氣 這個不用他覺得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他將他命名成 也就是我們後來廣泛接受的這個名字 而為什麼這個名字會被廣泛的接受呢 因為他的西班牙文又叫做公主草 而那時候西班牙王第四個查理 查理四世跟他沒關係是他老婆 瑪莉亞路易莎剛好就是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的公主 所以檸檬馬鞭炒就被認為代表著路易莎公主 因此有一個小名叫做路易莎草 因為這個名字直接串紅 在西班牙南部整個流行起來掀起一道旋風 之後就變成大家普遍接受的名字 雖然法國的Dr.P是第一個發表發現 檸檬馬鞭炒的沒錯 但是第一個爆紅的則是西班牙的Dr.A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會命名 而且行銷手法很棒 找路易莎公主聯名出了一個路易莎草 一整個就廣為人知 所以大家後來普遍接受就是 那個學名 但是他其實不是第一個 這樣了解嗎 但是你這兩個 都是被承認是學名的 一樣都是指檸檬馬鞭炒 好啦 雖然結束有點倉促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一樣沒辦法承襲我們一貫的傳統 因為檸檬馬鞭炒上次瘦完之後 就再也不補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就跟我今天擺的酒罐放在這裡 放到現在我還是不告訴你一樣 這個一個很任性的業配 不介紹的業配 抽什麼 抽檸檬香茅三包 好不好 只要你有訂閱有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 其他的留言 記得怎樣 Hashtag Eric 我們做成影片回答你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最好還可以追蹤一下IG 按讚一下Facebook 好啦 那我們香料QA 下個影片見